好,各位来宾,各位大家好,我跑了都昏头了,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个爱,生活与学习 那这本书,我大概接触这本书是在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那时候我看的书是这本 他是在,我现在接触到书本跟作者 第一本书,就是我那时候看的书是这本书 各位看看,就是这本,这本1986年的版本 那个是张书萍编译的大坤书局出版的 可能各位没有看到这版本 现在各位手上的就是这本 这本他是远流出版2010年的版本 他只有监晚来翻译的 那这个,我当初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深深被作者,他的热情 跟就是说他的理念所吸引 那对他,里面有一些 蛮复合东方哲理的一些小故事 也印象非常深刻 那还有呢,对他,他喜欢咬文绝词 那你看,他有什么 落霞与孤雾齐飞,秋天 秋水莫长天一色 对,还有天涯若比银 海角长乡翼,菊水 月在首,梦花香满银 这都是非常咬文绝词的 可你们在新版上都看不到 我想跟那个译者的文笔有关 旧版才有这东西 那,这个,我在想说 作者,他利耀 他是意大利的美国人 意大利的美国人 那,他是在南加大 担任教习 他叫什么课程呢? 教你们叫爱的课程 起先他教的课程的时候 学校他有疑虑 教什么课程,什么是爱的 对不对? 那,学生也不通常 他只有二十个学生来上他的课 那,到后来 他的课程呢 学籍一开始注册的时候 就两百个名额就额满了 那,后面还有五六百个 一个后谷的名额 那,最近呢 有一本很火红的书 叫什么? 《正义》 一场,这个什么 就《思辨之旅》 他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 他开的课程 他也是一样 刚开始开的时候才十五个人 现在他每一堂课程都一千个人以上 非常壮观 所以给我们这个作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异曲同工之妙 那,作者呢 他不只是在学校开课 他还到处去演讲 也上电视 再来推广他的爱的学习 那,这本书他里面有十三篇 那十三篇呢 他都是从他演讲稿去整理出来的文章 那,今天我 不逐篇逐篇的导图 我用三个题目 来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是爱 第二个是 学习 生活 第三个是学习 用三个这个主题 来跟各位分享 跟各位分享 między一招 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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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